自2007年哈马斯占据加沙地带 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割据而至以来 据以色列的周期性对抗便常见于新闻报道 比较新的消息是 以军要求加沙地带北部110万军民南车 限期24个小时 因为他们正在策划新一轮的地面行动 威胁意味非常重 我们的视频还是以了解背景知识为主要目的 和平万岁 巴以冲突演变至今已经非常复杂 其中牵扯力甚大 但狭义来说 就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 这块土地拥有权的众多 事实上 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歪染色谛 有许多部分来自同一个基因值 祖上的亲缘关系很近 但由于历史原因 虽然以色列犹太人也在这片土地上萌芽 但却几乎没有自身为巴勒斯坦人的 身份认同 因此视频全文所述的巴勒斯坦人指 世代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本系列视频将以巴勒斯坦地区为方向 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双线推进的方式进行 又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较晚 视频前期的主角为犹太人 以上大家看到的是官史坦精心制作的巴以生存状况的地图演示 且念在官史坦的巴以系列视频光思维导图的大纲就做了五万多字 问大家要个赞 不过分吧 我很需要你们的支持 导演说吧 那么让我们正式开始这段知识的滔天之旅 在气候上 巴勒斯坦地区冬季多雨潮湿 夏季炎热干燥 属于地中海气候类型 这有助于栽培作物以及驯养动物 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畜牧业的地区之一 很早就有人类活动 如此风水宝地自然不断泄其他身处贫瘠之地的民族迁徙而来 比如出现在阿拉伯半岛某个地方的陕米特人 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公元前3000到2500年左右 一些陕族人迁去巴勒斯坦地区 其中便有在地中海东岸平原地区落脚 并建立了独立城市国家的迦南人 因此圣经旧约把巴勒斯坦称为迦南地 现代90%黎巴嫩人的DNA便来自加拿人 可能是远房亲戚找到洞天伏地的消息不禁而走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一只小小的陕族部落自阿拉伯半岛出发 在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 金县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 沿右巴拉底河向西北迁徙 他们避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包括亚树在内已经建立起来的强大王国 沿阿拉伯沙漠边缘西走 最终来到加拿地并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 加拿人称他们为西伯来人 意为渡河而来的人 相传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与神决利获胜 被神赐名为以色列 意为同神决利的人 于是乎以色列人的称呼就这么来了 公元前16世纪左右 加拿地发生了严重饥荒 为部落生存纪 西伯来人一度流亡埃及 长达400年之久 这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 常被法老抓壮丁与奴隶无异 在领袖摩西的带领下 西伯来人逃出埃及 也就是传说中的摩西分红海 在西奈旷野漂泊的40年中 为团结族人抵御荒野坚固 摩西称上帝耶和华授予了西伯来人十条戒律 也就是著名的摩西十戒 并让西伯来人同耶和华千里盟约 接受耶和华为他们唯一的神 耶和华则会给他们以保护 这些戒律和盟约实际上标志着 尊奉单一神的犹太教正式诞生 在信仰戒律的架持下 这些来自埃及的西伯来人跨过西奈荒原 终于来到了只从先人言语中了解到的那片 留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 这段历史对犹太民族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也是后来维系犹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 回到迦南地 而不 现在这里应该改称巴勒斯坦 这个为大家熟知的名字了 这是因为 这段时间带来野铁技术 是巴勒斯坦从青铜级时代 进入铁器时代的海上民族 菲利斯人进入了这片沿海地带 并将该地命名为 菲利斯提亚及菲利斯人的地方 由于菲利斯人当时威名大振 这里也就逐渐被称为巴勒斯坦地区了 花了一段时间征服巴勒斯坦地区 犹太人完成了从游牧民族 向农耕民族的过渡 并建立国家 构筑堡垒 宫市和耶路撒冷的圣殿 就此达到以色列历史的黄金时代 市称第一圣殿时期 公元前586年 新巴比伦王国国王 尼布贾尼萨二世 攻陷耶路撒冷城 焚回所罗蒙神殿 将贵族 祭祀 工匠等数万名犹太人 押往巴比伦 市称巴比伦之旧 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灭亡 以色列王国同期的继承国 一共维持了470亿年 第一圣殿时期 结束 公元前539年 波斯帝国秘亡巴比伦 获得巴勒斯坦统治权 允许犹太人返回故乡 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在第一圣殿原址上重建圣殿 史称第二圣殿 亚历山大大帝随即登上 在公元前332年到前110年间 巴勒斯坦处于希腊的统治之下 希腊属于多神教 期间一度禁止犹太教 并洗劫了第二圣殿 推广希腊语可以 但禁止信仰不能忍 犹太人起军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史称哈斯蒙尼王朝 不过很快 罗马人扩张的铁迪到来 公元前63年 庞培进军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早期的罗马帝国是包含帝皇崇拜的多神教国家 编入罗马神话中的故事 往往直接取自希腊神话 在罗马皇帝看来 犹太人并不安分 而其根源就在于犹太教 一度想要消除犹太人的宗教意识 对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采取歧视和压制政策 禁止犹太人去到耶路撒冷参拜圣殿 甚至还试图把罗马皇帝的塑像安置在圣殿当中 乃至强占圣殿中的财宝 长期的怨气积累之下 史称犹太战争的大旗 于公元66年爆发 试图恢复犹太人国家的独立 数万罗马大军不久便包围了耶路撒冷 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多 直到公元70年 罗马人才攻陷耶路撒冷 犹太起义者被迫退守到圣殿当中 罗马人又用攻城的手段向圣殿发起攻击 六天之后圣殿也被攻陷 疯狂杀戮开始 随后又放火将之分毁 在一部叙述犹太人战争的书中 记录下了耶路撒冷陷落前后的惨烈场景 而耶路撒冷陷落之后 一些犹太人继续在各地进行着抵抗 其中已在死海之兵的马萨达要塞的抵抗时间最长 罗马军队将之围困两年破城之际 其内犹太人不愿受辱 还老幼在那九百余人之间 仅富如其人侥幸存活 据称现代以色列的新兵路之后 都要被带到马萨达来进行宣誓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地区诞生 而事实上基督教的创神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 这种新宗教在开始时 是作为犹太教中的一个异端派别出现的 同时受到犹太人的反对和罗马当局的迫害 早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 都是与罗马帝国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多神教相冲突的 都是受压制的宗教 不过与犹太教被一直敌视不通 后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接受基督教 后又进一步将他作为帝国的国教 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关系 和两者在教义上的分歧 再加上有关耶稣之死等问题 故此在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镇压当中 基督教起到了辅助作用 前后三次起义中有1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 利有几十万被掳掠到罗马本土充当奴隶 或者是被迫成为了罗马斗手场当中的角斗士 罗马帝国的犹太人口急剧下降 从一世纪的700万下降到不足200万 倒也不完全是被杀的剩下这些人 一来在罗马的高压政策下 不少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 改信了基督教或其他宗教 通化到其他民族当中去了 而除了这部分人 许多犹太人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了巴勒斯坦 这便来到了犹太人的又一重要历史节点 流散时期 这些流亡者去到了阿拉伯 北非 印度等地 甚至还有人到了中国 因为这些地方不属于基督教的范围 那些去到欧洲的犹太人 也尽量往当时基督教还未传播到 仍被称为蛮族地区的法国德国北欧等地移动 但好景不长 自五六世纪起 去到欧洲的犹太人生活又变得艰难了起来 因为基督教不久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这些犹太人就又成为欧洲各地基督教同们敌视的目标 时间的滚轮来到公元7世纪 在荒凉的阿拉伯半岛 与犹太教先知亚伯拉罕 占亲带国的阿拉伯诸布罗 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 40岁的穆罕默德在公元610年开始透露 他接收到相信是来自真主 今天是加百列传达的天气 穆罕默德的同伴记录了这些天气的内容 从而变成伊斯兰教经典古兰金 相传穆罕默德曾乘飞马 一夜之间从卖家行到耶路撒冷 登上九重宵 见到古代众先知和天国 古兰金夜行篇对此事也有记载 这奠定了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圣帝的基础 可以说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为同源一神教 崇拜宇宙唯一的造物主 耶路撒冷也成为三大 沙米特一神教的共同圣帝 在伊斯兰教旗帜的带领下 阿拉伯人开始扩张 亚木克战役中击败拜战亭军队 受巴勒斯坦进入阿拉伯人统治时期 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口一开始很多 在这期间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归为同一行政区 被称为沙姆地区 基本上就为今天的叙利亚 尼巴嫩 巴勒斯坦 以色列和约旦范围 虽然仍保持着散落各地的局面 但阿拉伯人治下的犹太人 过得相比罗马帝国时期好得多 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在教义上比较接近 目前为止暂时也没有什么恩怨纠葛 而帝国的铁蹄每到一个地方 都允许犹太人保留自己的宗教文化习俗 犹太人社团在帝国内也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 条件只是要求他们比穆斯林多缴纳一种人丁税 另一方面 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在向外扩张时 也需要得到犹太人的帮助 这是因为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熟悉外界的情况 他们当中很多人通晓希腊语 或者拉丁语等欧洲语言 同时又懂阿拉伯语 不少犹太人后来成为了阿拉伯统治者 在外交贸易财政方面的顾问 还有的获得了很高的官职 乃至进入军队成为将领 故此当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 从北非渡过直布罗的海峡 把征服的矛头指向西班牙时 当地的犹太人态度可用喜迎王室来形容 这算是犹太人流散阶段的黄金时期 但紧接着就是黑暗的来临 11世纪教皇组建十字军 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动众 持续时间长达200年 不过十字军并未真正打败东方的穆斯林 这些十字军去到东方诏 虽然有一系列的战国 但是往往也是损失惨重 煞于而归 一些基督教徒脑袋一个灵光乍现 想到其实他们并没有必要 跑到遥远的巴勒斯坦去进行圣战 这不不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不是很多就在身边吗 拿他们开刀一样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 而且不用远征就能拿到丰厚的财富 不要太迟啊 于是乎在杀死一个犹太人 以拯救你的灵魂口号下 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强迫改信基督教 一旦遭到拒绝殴打屠杀驱逐洗劫财物 便是家常便饭 格格不入的欧洲犹太人 在十字军的浪潮过去咒 待遇也没好到哪去 撑了垃圾桶 飞锅虾 哪里需要哪里搬 乃至属于黑死病源头 是犹太人这种说法也有了 在这种氛围之下 一种规律产生 每当某个国家的统治者需要钱时 他们就会下令驱逐犹太人 没收他们的财产 而当某个国家没有了财政来源 或者需要犹太人的技能和头脑的时候 又会允许犹太人重新前来定居 据统计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 犹太人遭到的这种集体驱逐 达到34次之多 这成为了犹太人历史上的 又一次大规模流散时机 除当时尚未统一的德国 意大利地区情况稍好外 犹太人大量迁移到东欧地区 另有一部分迁入近东地区 自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苏丹 塞里姆一世灭亡埃及马姆鲁克王朝 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开始 巴勒斯坦便是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奥斯曼帝国国教为伊斯兰教 除了对多神教友排斥之外 对境内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采取了颇为宽容的态度 容许其保持原有的信仰 只是非穆斯林还是需要缴纳额外的人头税 但总体肯定是要好过欧洲犹太人的处境 到20世纪初左右 全世界的犹太人有半数生活在东欧 由于吞并了波兰 大部分原来的波兰犹太人居住地被划入了俄国版图 19世纪中期 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大约为240万 到19世纪末已经接近500万 到了东正教的地盘 犹太人的命运也没好得起来 为了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 犹太人被圈禁在专门的栅栏区 除非拿到特别许可 否则不能到这些区域之外去活动 另外还划分犹太人不得从事某些行业的工作 不得拥有土地 而且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等 当然了 犹太人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垃圾桶 背锅侠的体制仍然存在 沙皇亚历山的二世 在俄国革命党人进行的一次暗杀行动当中 被炸身亡 涉嫌者当中有一名年轻的犹太妇女 自此开始一浪接一浪的反游排游浪潮 在俄国境内掀起 沙皇政府对此也是保持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 另外罗马尼亚等许多东欧国家 也发生了类似的排游图游活动 东欧这股大规模的反游灭游浪潮 又一次推动了犹太人的规模性流散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 大约有300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和东欧 不过随着科技航海技术的进步 此时的犹太人流散的脚步不再被限制在大陆 而是开始真正的大范围散布到世界各地 除了一些又跑回西欧或者巴勒斯坦地区之外 80%流散的犹太人越过大西洋 去到彼岸的美洲大陆 顶居在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南美国家 要说其中美国的社会环境 极度适合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短短时间 便从19世纪末的20万人 发展到20世纪初的小百万人 而这批犹太人创造的财富和影响力 也成为后续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弊棒 相比去到美国的犹太人 去往西欧的犹太人 确实没有过得那么好 他们中有些人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更诞生了主动接受洗礼 成为基督教徒 以此融入欧洲社会的想法 用德国著名师海因里茨海涅的话来说 这是为了领取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 海涅本人也是一个改信了基督教的犹太人 他们相信只要改信基督教 做一个忠诚的法国人 英国人 德国人 最终就会被欧洲社会接受 这就是当时西欧犹太人中流行的童话理论 但这个想法很快便被打脸 实质民族国家思潮盛行的年代 犹太人这种从长相上 就不同于欧洲人的家伙 并不被接受 没少说白眼 休斯顿张布伦 变成犹太人玷污欧洲人高贵 纯洁的血脉 是没有生存价值的民族 走到哪都被当过街老鼠对待 想要融入人家不拿你当自己人 又身处民族国家浪潮背景下 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犹太国家的思想 不可遏制的在脑海中出现 要不自己传一个犹太国 最初这个国家的选址有很多 比如阿根廷就不错 帝王人系 而且已经有不少犹太人移居前往啃池 但这些选址都被否决 因为更多的犹太人想要回到巴勒斯坦 这与其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 圣经创世纪第十几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因此众多的犹太人认为 无论他们流散到何处 最终上帝都将使他们重版迦南这块应许之地 乃至许多犹太人把他们的流散 解释为是一种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和考验 他们遭受的苦难是为了赎罪 只要他们够虔诚 上帝就会使他们回归那片土地 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 再说了古代犹太人是在那个地方建立过国家的 何不再来一次呢 于是去往巴勒斯坦建国 便成为犹太人心中几乎唯一的选项 期间有人提出过只要有块地 安身就行的观点 但遭到强烈抵制 想法是很美 但事并不好办 筹集资金咒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层先后败会 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多勒哈米德二世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卜伦等 希望得到大国的支持 但奥斯曼与德国均无兴趣 英国方面在犹太难民大量涌入英国 及附属殖民地造成压力 以及受到罗斯柴尔家族为代表的 英国犹太社团的影响 英国这才开始考虑 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 但是呢 只答应让他们在英国的某个殖民地定居 比如东非肯尼亚地区的一块保护地 作为其的家园 不过由于犹太人并不考虑 除巴勒斯坦外的任何选项 以及英国人呢 也就是那么一提 该提议并未进一步推进 算找大国势力保驾护航的计划 暂时没有眉目 但犹太人的移民先遣队 却已经出发了 1882年 第一批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到达 揭开了现代犹太人 一句巴勒斯坦的历史 19世纪初巴勒斯坦约有8000名犹太人 但是到了1914年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达到8.5万人 早期犹太人过来的并不多 当地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尚能够和睦相处 但是呢 随着犹太社团的扩展 以及出售给犹太新移民土地的日益增多 而有矛盾日渐凸显 冲突一触即发 不过1914年一战爆发 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来说 都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 加入了德奥通盟国 对英法等国组成的协约国作战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 巴勒斯坦都是奥斯曼军队 向在埃及的英国军队进攻的前线 为了在中东地区化被动为主动 英国人同时接洽了被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复国主义者 对阿拉伯人的承诺是 战后在奥斯曼帝国亚洲阿拉伯属地 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地方很大 大概是一个从埃及到波斯的国家 阿拉伯人则需要发动反对 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起义 配合英军作战 不过在阿拉伯大起前不久 英国就背着阿拉伯与法国俄国签订了战后 瓜分奥斯曼亚洲阿拉伯属地 在内土地的秘密协定 对犹太人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夫 致函英国犹太副国主义联盟副主席 银行家罗斯财尔德称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这就是著名的贝尔夫宣言 称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而非建立犹太国家 其实也是为了不赐加阿拉伯人 犹太人与英国人将之看作是双方的心照不宣之局 在阿拉伯取军和犹太人的帮助之下 协约国在中东如虎添翼 奥斯曼帝国于1918年投降之后 英军占领巴勒斯坦 对其实施委任统治 按理说到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吧 但不管是答应侯赛因本阿里要的阿拉伯国家 还是犹太人要的在巴勒斯坦地区独立建国都没银子 实际上列强对巴勒斯坦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未来 早就做出了决定 压根没有考虑什么阿拉伯人 什么犹太人的想法和意愿 当犹太人如获至宝 拿着首个由大国承认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建国文件 贝尔夫宣言与阿拉伯人强土地时 这份文件其实是作为了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 为了稳固统治 英国人在犹太人出入巴勒斯坦 势力还不强时实施浮游一阿政策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压制削弱阿拉伯人的力量 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 每年一入人口达数万 犹太人口到阿尔战爆发间 短短十几年间翻了数番 接近40万 即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此举也引发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血腥争斗 不时有大规模流血冲突爆发 在1936年更是爆发了空前的巴勒斯坦大起义 每当阿尤冲突趋于计划时 英国当局又会采取缓和矛盾的方式处理 以便更好地对该地区实施统治 而到二战爆发时 为了拉拢更有实力的阿拉伯人 英国又单方面宣称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 并不是他的政策的一部分 实际上就是在民面上牺牲掉犹太人的利益了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与手腕 不仅让犹太人失去对英国人的信任 且在英国的长期占领 使得巴勒斯坦成为单独的政治实体背景下 促生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社 围绕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的行动 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 他们逐渐摒弃与叙利亚合并一统的想法 开始追求在巴勒斯坦范围内实现民族独立 即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 乃至不久便敌出了武装斗争 才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方式的观点 就此事情往一发不可收拾的方向演变 那么犹太人是如何在巴勒斯坦地区 一步步挤压阿拉伯人的生存区域 扩大自身 哈马斯又是如何走上历史舞台的呢 敬请收看关事军解析巴以冲突背景的后续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啊 支持越多更新越快